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关海听照频道,The Viewer and Listener 今天是我们的佛法音乐课堂三界二十八天篇第二期,四禅十八天 这是三界二十八天的结构图,我们之前已经讲过欲界的六欲天 那么今天要讲色界的四禅十八天 那色界天比欲界天的层次更高 色界天的天人虽人有色身,但已无欲乐 所以色界天的天人没有男女之将 那色界天的众生皆有化身,他们以光明为食物和语言 我们来看一下色界四禅十八天的英文就是 18 heavens of the foam realm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8 heavens对应的就是十八天 那the foam realm就是色界 也就是色界的十八天,就是色界四禅十八天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色界呢,一禅定功夫 它分为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 层次是不断往上升 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的珠天 四禅天我们下期再讲 那初禅天又称作离生喜乐地 二禅天称作定生喜乐地 三禅天称作离喜妙乐地 那他们详细的介绍以及英文的说法呢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有详细的解说过 有需要的可以回去复习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初禅天 那初禅天呢,它从下到上 诸天分为范仲天、范府天、大范天 那初禅天的天主就是大范天王 那范仲天呢,就是大范天王的民众所居之处 那英文就是 The heaven of the followers of Brahma The heaven of the followers of Brahma 我们来断一下句 那看到这个of,我们想到说 of后面的成分呢,都是来修饰of前面这个部分的 那这里呢,heaven就是天 那什么的天呢? 那也就是the followers of Brahma 那follows是从follow加上这个er这个后缀 变化过来的 那follow是跟随追随动词 那加上er之后呢,那就变成了名词 表示拥护者、追随者或者是信徒 那这里就是民众的意思 那brahma呢,就是范天 那这里又有一个off 那我们讲到说 这个看到这个off 在中文中就相当于什么什么的的意思 那中文翻译呢,就是从后往前翻译 也就是brahma的 brahma就是范天的 followers,范天的民众 那这里再往前 再看这个off 这里有这个heaven后面的off 那我们再往前推一步 就是范天的民众的天 也就是范仲天 那英文就是这么翻译过来的 那范仲天在往上呢 就是范府天 范府天是大范天王的府城 或者是清卷所居之处 也就是the heaven of the ministers of brahma the heaven of the ministers of brahma 我们也端一下句 那ministers 这里是府城大臣的意思 那就是范天的府城的天 就是范府天 那范府天在往上就是大范天 the heaven of the great brahma the heaven of the great brahma 这里有几个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讲到了这个follower 那follower呢 跟他比较相像的一个词 fellow fellow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做形容词 那做名词呢 就表示同事同伴 那比如说我的同事啊 我的伙伴啊 就是my fellows 那做形容词呢 就表示我同事的伙伴的 比如说这个端语 my fellow members my fellow members呢 指的就是在同一个组织 或是同一个机构的同伴 同事 那我们再讲一个单词 这个minister 那这里是府城大臣的意思 那看到这个minister呢 就想到我们澳大利亚的总理呢 就称作是prime minister prime minister 国家的各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他称呼不同 在中文中我们有的叫总理 有的称首相 那也有的叫总统或主席等等 那英文中也有对应不一样的说法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那国家元首呢 在英文中就是head of state head of state 那state呢 我们经常见到的表示 一个国家的各个州的州 就是state 那这里呢 就是表示国家的意思 state也有表示国家的意思 那国家呢 我们通常听到的就是country 这个词 那除了这个state呢 还有一个叫nation 这三个词都可以表示国家的意思 那政府首脑呢 就是head of government head of government 那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呢 在有的国家 它是分开来的 国家元首主要是指的是 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一个国家在形式上 或者是实际上 对内或对外的最高代表 所以呢 它可能处于实质性或者是象征性的地位 而政府首脑呢 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最高领导人 那在君主立宣室国家 政府首脑呢 在英文当中经常会称作是prime minister prime minister prime minister 它翻译为首相啊 或者是总理 比如说英国首相 澳大利亚的总理 日本的首相 那他们又有另外的国家元首 比如说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国家元首 就是英女王 那么再看一个 那德国呢 德国有点不一样 那德国呢 它不是君主立宪制国家 那它的 德国总理呢 是政府的首脑 德国总统是国家的元首 Chancellor Chancellor 那其他有一些非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那它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并不区分开来 所以呢 这个就经常用作是 president president 那翻译成总统或主席 比如说美国的总统 中国的主席 好 那初禅天再往上呢 就是二禅天 那二禅天的珠天呢 从下到上 分别是少光天 无量光天 光阴天 那光阴天又称作是极光近天 我们来看一下 少光天呢 就是 the heaven of limited radians the heaven of limited radians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adians 那radians是个名词 那指的就是光辉 发光荣光焕发的意思 limited我们之前讲过 limited是有限的 那这里limited radians呢 指的就是少光的意思 那再往上呢 就是无量光天 the heaven of infinite radians the heaven of infinite radians 那infinite我们之前也讲过 它是无量的 无边的意思 那infinite radians 指的就是无量光 那再往上就是光阴天 或者是奇光近天 光阴天就是 the heaven of radiant sound the heaven of radiant sound 那radians我们刚刚讲说 是名词 那radiant就是它的形容词 那光的sound in 就是它直接是从字面 意思翻译过来的 radiant sound 那极光近天呢 就是the heaven of utmost light purity the heaven of utmost light purity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说这个radiance是名词 那radiant就是它的形容词 那刚刚说这个atmos呢 可以做形容词 也可以做名词 形容词就是极限的 名词就是极限 那这里atmos light呢 是做形容词purity 就是从pure这个单词 转换过来的pure pure就是它的形容词 那pureity 另外这个pureity呢 就是它的名词形式 那么再看一下 刚刚说的 少光天中的少光呢 翻译成了limited radiance 那有的地方呢 也会翻译成minor light minor呢 形容词意思就是 较小的 次要的 那它也可以做名词 通常用在法律当中表示 未成年人 作为形容词 它的反应词就是major major就是主要的 那我们再扩散一下 那minor呢 它可以转换成一个名词形式 就是minority minority minority 它表示少数民族 少数派 那相对应的 它的反应词就是majority 就是多数派 那二产天再往上呢 就是三产天 那三产天的诸天 从下到上 分别是少禁天 无量禁天 便禁天 少禁天呢 就是the heaven of limited purity the heaven of limited purity limited就是有限的 purity 就是禁 也就是少禁 那再往上就是 无量禁天 the heaven of infinite purity the heaven of infinite purity 那再往上 就变禁天就是 the heaven of pervasive purity the heaven of pervasive purity 我们来看一下 pervasive这个词 pervasive表示 遍布的充斥 各处的弥漫的 pervasive 那pervasive purity呢 有的地方也会叫做 universal purity universe 这点是遍布的意思 那长得和pervasive 我比较相像的 有个词叫做 persevere persevere 那它是动词 表示坚持 自自以求的意思 persevere in 或者是with something呢 就是坚持做某事 好 那我们讲完了 初禁天 二禁天 三禁天的诸天 我们之前说 想要修得六余天的福报 需持五戒十善 那要上升到四戒天 除持五戒十善之外 还需修禅地 那如何休息禅地呢 休息禅地的方法有很多 比如说吃素 持戒 念佛 诵经 持咒 打坐 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 吃素 指的就是吃摘食 英文就是 practice Buddhist Vegetarianism practice Buddhist Vegetarianism 这里的Vegetarianism 指的就是素食主义 那它呢 是由Vegetarian 加上这个ISM这个后缀 就变成了素食主义 也就是Vegetarianism 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ISM这个后缀呢 就是看到这个后缀呢 通常是表示 是某一方面的主义 那这里就指的是素食主义 那持戒呢 就是Uphold Precepts Uphold Precepts 念佛 Recite Buddha's Name Recite Buddha's Name 诵经 Recite Sutras Recite Sutras 持咒 Hold Mantras Hold Mantras 打坐 Practice Meditation Practice Meditation 那老老实实是吃素 持诫 念佛 诵经 持咒 打坐 以正诚善境之心 与佛相应 我们说学佛不可迷信 但佛菩萨的加持力 是真实不虚的 以正诚善境之心 与佛相应 会让你见证到 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正诚善境与佛相应的英文 Be Honest Sincere Cind and Pure Respond to the Buddha Be Honest Sincere Cind and Pure Respond to the Buddha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正诚善境对应的就是 Honest Sincere Cind and Pure 相应呢 指的就是 Respond to 那这里有个词 我们讲一下 Sincere 这个词 Sincere呢 它是这里是做形容词 那它的副词就是 Sincere 那Sincere 这个词呢 经常会看到 Your Sincere 这个搭配 那它经常会用在 信函的结尾处 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信函结尾处的 不同的说法 那信函结尾处呢 是基于信头的称呼 来定的 那信头称呼呢 就叫做Salutation Salutation 结尾处呢 经常会见到一些 比如说 Your Sincere Your Faithfully 或者是 Count Regards Best Regards Warm Regards 或者是Love 那我们介绍一下 英文当中这个 信函的一个 大概的格式啊 那我们看这张图 相当是一封信 那中间这个 有颜色的部分呢 就是信的正文 那正文的左上方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信头称呼 通常是Dear 加上收件人 那这个收件人的说法 那这个收件人 该怎么写呢 我们有三种 那首先呢 你如果完全不知道 对方是谁 你可以直接写作是 Dear Sir 然后再加上一个斜杠 Madam 然后记得 后面要加上个逗号 那对应的呢 在信件正文的 左下角 左下角 通常会用上 这些信件的结尾 这个人 因为你不知道 他到底是谁 你可以用上 Yours faithfully 或者是 Yours sincerely 这个是比较正式的 在通常的商用啊 或者是一般的 邮件来往中 都可以用上他 他表示 仅请尽上的意思 那如果说 你知道对方的收件人 但是又不是 特别熟悉呢 你可以直接写上 Dear Mr 或者是Miss 加上他的名 然后是信 再加上逗号 名和信啊 先是名再信 这个跟中文不一样 先是名再信 那对应的呢 这信的结尾处呢 你可以用上 Best regards 或者是 Warm regards Kind regards 相对来说 关系稍微亲近一些的人 或者说朋友之间 可以用这个 那如果说 收件人呢 是你特别好的朋友 你跟他很熟悉呢 你可以直接写上 Dear 加上他的名字 加上动号 就可以了 那对应的呢 信件的结尾处呢 你可以写上 Best regards啊 等等 或者是 用Love 那Love呢 就是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之间 才用Love 那写完之后呢 一个逗号 最后再在下一行 写上你的名 或者是 加上信 Sorry这里打错了一个字 Mr呢 是MR一点 不是MT一点 那今天的课堂 都已经讲完了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佛法 这是我们讲到了 初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的诸天 以及他们分别称作 离生喜的地 定生喜的地 离喜妙的地 他们详细的介绍 在以前的视频中有讲过 有需要的 可以去复习一下 最后我们讲到了 如何修习禅地 那英语知识呢 今天的发音和声词 我们讲到了 初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诸天 以及相关的单词 还简单介绍了一下 英文信函的格式 那端语和搭配呢 我们讲到了 国家或政府首脑 以及Poterville的短语 还讲到了 吃素 持戒 念佛 诵经 持咒 打坐 这次我们讲的是 正诚善尽 与佛相应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收获呢 如果觉得有些收获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按点赞 订阅 关注 或者是转发视频 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 看到视频来学习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 Facebook和Twitter 我会经常分享一些 学佛的知识或经验 那大家如果有学习上的问题 也可以通过Facebook或者是推特联系我 Facebook和推特的链接地址 我都已经放在了视频下方的介绍栏里 有需要的可以去找一下 OK 那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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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